另外在立法院的教育文化委员会 今天讨论公共电视的年度预算解冻案 民进党立委针对先前公事总经理被解聘 提出强烈质疑 但是新闻局长江启臣否认政府介入 公事人事变更案 起好下午在立法院也引发争议 民进党立委管毕林强烈质疑 公事董事会解聘总经理冯先贤 是新闻局高度介入的结果 你高度的介入公共电视的运作 你让公共电视呢 透过新闻局的假处分 让他只剩下五名董事 我们没有介入 而越讲声音越小 他有没有滔天大罪 剩下86天你把他换下来 这个叫做羞辱式的 虽然新闻局长江启臣澄清 新闻局并未介入公事董事会的运作 完全尊重公事董事会的人事决议 但仍然无法得到民进党立委管毕林的认同 而到场被寻的公广集团董事长陈胜福 虽然在人事案处置上备受民进党立委质疑 但因为任期直到今年12月3号 陈胜福表示自己不会恋战 任期一道马上走人 国民党立委则是表态未留 所以第五届12月3号就开始 所以我绝对不恋战 12月3号就会很顺利的开始了吗 对对 如果没有开始的话 你会就勉为其难再继续一战 等到新人选产生之后 这个事情应该不会发生了 为了公事总经理冯贤贤的解聘案 虽然蓝绿立委在国会演变成对立局面 新闻局则表示 这也凸显了公事法修正的迫切性 预计在明年会将公事法修正案 送到立法院审议 今天小英雷琪台北报道